美国传媒报道 中国最快下星期四试射最新的动能三型反卫星导弹 并测试拦截导弹能力 中国近年积极发展太空军备 美国传媒报道 单是试射反卫星导弹已经有8次 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 引述美国国防部的消息 说中国短期内将会试射最新的动能三型反卫星导弹 有报道说中方日前已经设立空中管制区 估计试射地点包括走传卫星发射中心 和新疆富尔纳 除了试射导弹也会测试拦截导弹能力 中国对上一次试射动能三型导弹 是去年10月30号 当时富尔纳有民众拍摄到 导弹发射后楼梯的痕跡 反卫星导弹是近年中美两国 都积极发展的尖端武器 可以彻底打击敌方的侦察能力 2007年中国发射动能一型导弹 成功击落离地800多公里的风云气象卫星 消息震惊美国 突显中国已经掌握相关技术 有美国专家估计 动能三型导弹的体积 和东风31型洲制弹道导弹差不多 摄程范围就大幅提升 目前大部分美国间谍卫星 都是离地300至1000公里的轨道运行 属于动能三型导弹的射程范围里面 美国纽约前市长朱利亚尼 退出争取成为下任国务卿 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据报 正是积极考虑任命另一位新人选 英国一个委员会公布 8月的时候曾经有无人机 飞至同民航客机相距只有20米的距离 批评部分人操作无人机的时候 罔顾发规和常识 英国航空事故调查委员会公布 今年8月4日 一架正是准备降落伦敦希斯罗机场的 空中巴士A320客机 在降至大约3300米高度的时候 副机师发现一架大小和足球相近的无人机飞近 随即大叫小心 客机立即通报机场控制塔 当地警方收到消息之后 亦派人跟进调查 但最终找不到操作无人机的人 报告指当时客机和无人机相距只是大约20米 只是紧紧被过伤撞 应用运气占了很大原因 委员会批评部分人操作无人机的时候 罔顾发规和常识 只是为了拍得更精彩的片段 无人机的飞行安全 在全球多处都人起关注 在日本